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0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欢歌与艳,谢谢夫妻王拜德勒德斯恩 谢谢,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咱们一起来看战况 1.在过去的一天,俄罗斯军队在断尼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进行进攻行动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早间报告中说 乌克兰军方在比罗霍里夫卡和维塞莱、伯赫达尼夫卡、西夫纳、马连卡附近 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了34次战斗 乌空军对俄军人员集中区进行了19次打击 对敌方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两次打击 东部军区发言人切雷瓦蒂说 在巴赫木特方向 昨天白天,乌克兰军队释法在不同地区推进了1400米 这大概主要是第三突击旅的战功 而6月10日,乌空军防空系统拦截了两枚巡航导弹和32架无人机 3.战争最新方面 俄罗斯军队白天对乌克兰的11个地区进行了袭击 对扎波罗热地区袭击了77次 赫尔松地区41次发射了201发炮弹 导致4人受伤 俄军向俄德萨发射了8架无人机和2枚导弹 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 但当地居民被坠落居民区的碎片炸死3人 26人受伤 俄罗斯联邦军队在乌克兰沙海的儿童总数上升到487名 另有1014名儿童受伤 4.吴总裁发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214,660人 新增890人 昨天是间敌1,010人 可见这两天战况十分激烈 坦克3,909辆 新增8辆 装甲车7,607辆 新增7辆 火炮3,717门 新增15门 5.俄罗斯占领当局声称 今天早上在克里米亚上空 记录了两枚雷霆二战术导弹 新波罗菲尔福建听到很大的爆炸声 6.遭遇洪水的赫尔松 有两个消息 我们放到这里一起来说 第一呢是 在赫尔松地区 已经有2588人从洪水区撤离 洪水无情 人有情 估计大部分灾民都会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 第二呢是 当年设计卡呼福卡水库的老工程师还健在 他说 这个工程设计阶段可是高层亲自关怀的 要求挨30万吨当量以下的原子弹都不能垮 从设计到建造 绝对的粘财失料 美国人说 他们掌握了监控信息 大坝垮塌前有轻微的低战 而且爆炸发生在大坝的两个侧面 而不是同一面 不少朋友呢 还有个疑问 乌军的大反攻是否真的开始了 我们也注意到 网上还有一些博主认为 目前阶段的作战依然是试探 我们呢也部分同意他们的看法 但我们还是认为 通俗意义上的大反攻确实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从三件事来判断 第一 俄罗斯志愿军团在别尔格鲁的教局 这明显是两个目的 第一呢是造势 让更多的俄罗斯人加入志愿军团 第二呢 也是更重要的 就是要调动俄军 在内 这次俄罗斯人太迟断 也太小心 没有翻兵过去 只是派出拉平在那里守城 乡战就交给了志愿军们 志愿军人少 也不可能把俄罗斯平民怎么着 俄军呢 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汤的样子 就让你折腾 从这个事情翻新 脚局是热衫 是欲眼 接下来当然就是证据 反攻很快开始 二俄军知道自己现在战斗力不行 不敢翻兵增援比尔格鲁德 而且还要炸掉卡霍夫卡大巴 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防守赫尔松 而是防止乌军趁虚从赫尔松进入 转向东南包围扎布罗热的俄军 所以 炸霸已就表示 俄军高层判断 乌军反攻已经开始 扎布罗热南部一打 俄军肯定只能往东西两翼推 为什么呢 因为往南就是亚苏海 这部分纵身太浅 没法退 所以只能往两翼走 如果这时候乌军再从赫尔松杀过来 那么扎布罗热南部往西退的一路 俄军就腹背受敌 而且被翻戈包围 为了避免这种极端不利的状况 格拉西莫夫哪怕千夫所指也要炸霸 由此可见 俄军现在很清楚自己的虚弱 对乌军反攻极端的重视 有这个心态在 就不会给乌军留下太多打巧装的空间 乌军看来只能硬砍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 简中俄小们这两天是战争有词 说如果是俄军炸霸 那么一来毁掉地内波和左岸战地 二来让克里米亚没有水 不是白痴行为吗 也确实 在这两点上俄军是有损失的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也不会炸霸 并且从不反俄军没有得到通知 罢就已经炸了来看 这次俄军高层指挥炸霸的决定 是在仓促中下达的 但是呢 也要看到 克里米亚缺水不是短期威胁 而是长期问题 还是可以消化的 再者 俄军确实在地内波和左岸有一些战地 但部署在这里的俄军是整个战线上战斗力最差的部队 光有防线 没有好的部队 也是白党 这两个不利之处 与乌军可能在扎布罗日南部攻势的同时 趁势从赫尔松进入相比 不值一提 从俄军高层指挥官的内心来讲 为了避免扎布罗日南部的俄军 父辈受敌 被翻割包围的不利态势 才是炸霸最主要的动机 所以 这就是白宫发言人让扁说的那个典故 如果不是俄军在乌克兰 这种惨剧就不会发生 因为俄军赖在乌克兰不走 所以这个罢迟早都会炸 什么时候乌军开始反攻 什么时候就会炸 毛泽恶心就恶心在这里 我们估计格兰西莫夫早就想好这一点 然后当他结合前线的情况 判断乌军反攻已经开始的时候 就立刻下了炸霸的命令 所以才来不及通知部署在迪涅布和佐安的俄军部队 这里俄军人数不多 哪怕全舍弃了也不可惜 何况他们自己有眼睛有腿 看到洪水来了 跑就是了 不可能全部被淹死的 打仗不是请客吃饭 有时候为了救三个人就会牺牲两个 很正常也很残忍 第三个判断依据就是扎布罗热南线正式开打 并且投入了包含鲍尔坦克在内的精锐部队 乌军确实有很多条反攻可能的路线 但是乌冬俄军经营多年 而且靠近俄罗斯容易增援 乌军要是平推过去极不容易 俄军打了一个马林卡 打了一年没有进展 乌军平推乌冬 大概也同样的难度 赫尔松地理条件不太好 得渡河 侧应攻势可以 但作为主攻方向则先天不足 最后只剩扎布罗热南部最有力 因此乌军在别处接攻 不一定代表大反攻开始 但在扎布罗热南部开始打 一定代表大反攻开始 现在乌军发动接攻的 主要包括47旅在内的一些部队 据说损失的北约武器 主要是这个旅的 军王波主和小美拿鲍尔被击毁 说是谈官相庆洗心于色 其实这没什么 这是乌军收复失地必不可少的阶段 没有那么多的挑战给乌军打 对手也在不断总结和反思 道义之所在也就是胜利之所在 最终的胜利一定是乌克兰的 自开战以来 甚至开战以前很多年以来 简中军王波主和法西斯教授们 就一直在渲染一种观念 也就是说 欧洲人只想好好地过日子 不想打仗 而战争是美国老条起来的 然后很多人就成天地嚷嚷 说欧洲人无脑 说欧洲人应该谋求独立自主 自己决定日子怎么过 这当中马克龙也算是一朵奇葩 他很多时候就主张欧洲自主 被墙内很多人认为这才是聪明人 相应的 降头居脑绝不肯投降的泽连斯基 就成了这帮人口中的演员 小人卖国贼 估计秦晖在坟里都会笑醒 不过战争打了这么久 再怎么瞎再怎么喘也应该看出来了 欧洲人明白乌克兰人不光是保卫自己 也是保卫整个欧洲 波兰专家波兰陆军前指挥官 瓦尔德马尔斯克日普恰克 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说 北约给了匈牙利足够的时间清醒过来 匈牙利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 是跟着北约走还是跟着俄罗斯走 如果欧尔巴尔决定继续勒索联盟 匈牙利应该被驱逐出北约 前两天北约前秘书长安德斯拉斯穆森更是放话 如果基辅在下个月威尔纽斯举行的峰会上 没有得到有意义的安全保障 一些北约国家可能会考虑向乌克兰派兵 这些都说明欧洲国家谋取的集体安全 其实跟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 没有一丝一毫的方向上的差异 更不可能是背道而驰 实际上无论是东欧国家的激进和坚持 还是瑞典、芬兰快速加入北约 还是舒尔茨最近的强势发声 都鲜明的表明支持乌克兰才是欧洲的核心利益 就算是整天要独立的马克龙 也不敢为欧援助乌克兰的政治正确 否则被孤立的欧尔巴就是他的样板 欧洲国家为什么宁愿支持乌克兰忍受寒冷的冬天和高企的电费 很简单 俄罗斯2008年对格鲁吉亚用兵 14年霸占克里米亚在乌东挑事 2022年又十路突进乌克兰 欧洲国家已经看穿了俄罗斯的心肝脾肺肾 而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因为俄罗斯人嫉妒了 他们不能让乌克兰人过好日子 他们知道原卫星国只要是一路向西的日子都好起来了 无论是斯罗文尼亚还是波兰罗马尼亚 一个一个经济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如果乌克兰也掉头向西 不用十年就会过得比俄罗斯好十倍好百倍 这是克里姆连宫负责人无法接受的 那么一个自信富饶的乌克兰 会得他的微信构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 就连塞尔维亚也心心念念加入欧盟 能不着急吗 对于欧洲来说 失去乌克兰不仅失去安全上的屏障 也将失去东欧国家的信任 东欧国家一路向西 寻求的不仅是发展 还有和平和安全 如果放弃乌克兰 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只会从此离心离德 再无号召类可言 看看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最近的讲话 他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胡作非为 不是不可预测的疯狂行为 而是普京有预谋的步骤 因此 美国欧洲及其盟友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确保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 这番话是说到点子上了 所以我们看到 欧洲国家并没有像强国的专家们 所预想的那样放弃乌克兰 他们从去年2月起就隶属能及的援助乌克兰 欧洲国家也没有像克里姆连工负责人预想的那样 被挥舞的能源武器给干趴下 相反 马克龙想打电话的念头都没有了 德国的脱钩工作也完成了 到现在 谁都看得出来 只要乌克兰人不放弃 欧洲就会力挺乌克兰到底 而乌克兰肯定是不会放弃的 他们如果想放弃 泽连斯基早就搭了涮风车了 基辅市民也早就开始零元购了 乌克兰海军也不用费尽心机奏 沉莫斯科号了 眼下对乌克兰军民来说 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他们已经发起了决定性的反攻 我们相信胜利的消息将在不久之后传来 全面和彻底的胜利一定属于乌克兰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先前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 感谢王小寇同学先前耕耘